大师兄被火烧死了 来你看 大师兄 大师兄在八报炉中都不能烧死 这点火算什么 他这是急火攻心 吞死过去的 不信你 默默的胸头 还乐着呢 怎么样 好浑身都凉了 大师 这连大家莫急 带我取黄昏猪来 多谢 别忙 别忙 还用什么黄昏猪 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 就有七十二条性命 来 你们吹了腿 这是干什么 来吧 让他试一试 他醒了 睁眼了吧 大圣 好心了吧 大师兄 大姐 好了吧 大圣 你受苦了 头哥 若不是我老猪救你 你早就了账了 还不谢谢我 大师兄 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 是不是 有劳选敌了 不谢 大圣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 反水灭不了他 大圣 你不必太着急了 你说 再去哪里请兵助力 打救你师父性命要紧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 教天天应 教地地灵 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要降服那红孩儿 就得去请观音菩萨 可是 师兄 我 皮肉酸骂 腰气疼痛 架我的筋斗云 去请观音菩萨 让我老猪去吧 你有什么话就吩咐 大圣 天鹏元帅去得 去是去的 八戒 你见了菩萨要好严相求 求他前来 你放心吧 天鹏 也 兄 母